今年的暑期档已经完全变成了国产片的照妖镜 制作精良 那电影自然是什么都不用它 徐征的《我不是药神》 和沈腾的《西红是首富》 在大片零集的惨烈竞争中胜出 自然是靠着观众的口碑 而那些没有信心的电影 现在是忐忑不安 绝技二 莫多多迷境冒险首先逃跑 之后阿修罗上映三天也跑了 还有改大了四五次的《新乌龙院之校》闹江湖 变成了笑料 就连功夫巨星真子丹 都把芯片大师兄退后上映一周 今年的蜀西档变成了逃跑的 不跑的烂片基本都是亏惨 那不料到了蜀西档下半场 又来了一部七号上午电影大轰炸 官方微博宣布电影改弹 至十月二十六号 以原定的二月十七号 整整推迟了七十天上映 微博趁是接到了海外发行公司 全球同步上演的要求 为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方针 我们忍痛歌爱只能改当 虽然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但很明显是被现在国内如此惨烈的竞争 吓跑了要说大轰炸 这命运真的很侃侃这部电影 最早的消息在2011年发布 是说投资一亿请来了好莱坞的制作团队 就把又一段民族商通历史搬上大荧幕 片名叫做重庆大轰炸 之后便没有了消息 可是到了2015年这部电影又活了 并且请来了刘燕 布鲁斯威利斯 宋城县 陈伟廷 范伟 马苏 车永利 吴刚 邦远征 张军明等30多位的中外明星加盟 本来定于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 上映可惜什么线含令还是什么题 财敏感之类的这部电影又没了消息 没想到今年由远途重来 定档在了暑期大 由于反复的折腾 这部电影一度传出投资高达西异 但由于范冰冰见方澄清这部电影制作费用只有1.5亿 并且在电影海报中把范冰冰的名字删了 至于电影里面的戏份还在不再就不知道 那可想而知这部电影经过了这么多年成本 肯定到了不能亏的地步 这也是其对当期如此 重视的原因 如果定在了8月17号上映 不仅仅要面对爱情公寓和一出好戏 这两个票房巨手 同日上映的还有吴亦凡梁朝伟主演 的欧洲攻略 票房竞争实在是惨烈 甄子丹的大师兄 就是从这个档期跑的 亏不起的大轰炸要跑 也是情理之中 把电影定在了10月26号 这样普通的档期 自然没什么大片竞争 加上电影强大的明星阵容 很可能拿下大部分的电影排片 肯定是比现在上映的 从这点来说片方还是很明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